很多人喜欢养月季 手里面拿的是微型月季 关于它有很多的风言风语 还有一些养货 今天给大家道德一下 第一 这个是不是基数苗 我给大家的答案呢 基数苗有点夸张了 这种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那种豆芽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是在一种棚里面 在这种 高温棚 然后呢有严格的杀菌和消毒 基本上就是定期的打药啊 施肥啊 它是就像 大批量的去养殖一些个你比方说那种 北京烤鸭10块钱一只 十几块钱一只那种东西 对 它们是那种树成苗 这种你可以称之为树成苗 说基数苗的话呢 有点抹黑这个东西了 养护起来呢也是一样 但是呢它的一个抗病啊 包括它的一个综合能力啊 肯定是不如那种野生的露天的养护的那种 抗病能力更好一些 如果是你是新手的话呢 你要拿来养它 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 但是对于老虎来说呢 这个完全可以OK的 一点问题没有 而且呢 它还是重生的一盆里面有四五根 大家如果说技术再高一点的臭宝啊 您还可以分租 买一盆等于买了五六盆五六颗 所以说呢非常划算 所以养护 首先大家收到这种 微型的一种月季的话 这个不是玫瑰啊 有人喊的是玫瑰 这种都是欧月的一种啊 这是微型的 呃 比较勤花的 像这种买回来之后呢 第一点要给出光照的 不存在缓瞄这一说啊 宝贝们 一定要了解就是 买回来你像就这种 发快递收到也是这种的话 也是要给出光照 但是夏季啊 30度以上中午的那个高温 日照 就避免一下 其余的时候 正常的给出光照就可以了 浇水这一块呢 大家尽量的去感受一下盆土 换一个比较排水透气的盆 哎摸一下只要是 摸的 没有那么潮湿了 哎稍微有一些干了 就可以去浇水了好吧 一般 不论天啊就干了就浇不干不浇 干透浇透就可以了 换土这一块的话用一些个沙土啊 或者是叶康土啊 或者是一些营养土都可以了 但是一定要保持一个排水的透气 好吧 一定要给出光照 综合来说呢 性价比是有的 像这样的话 一般社会价在20多块钱左右 啊 比较的饱满 比较的哇塞 就是买一盆鲜切花的话 这么一朵也应该在七八块了 所以说你看 这一下能开好几朵 还是比较值的啊 嘿嘿 好了 希望花儿媒对这个呢 有一定的认知就可以了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人一 绝不错 点个赞 别 别 别